前不久呢我发了个投票 说是这一期的内容由大家来决定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视频设置胜出了 那说话算话 今天啊咱们就来一起研究一下 富士相机里的视频设置都该怎么选择 最近这些视频呢做的稍微有点慢了 因为都特别的长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希望这个富士相机操作指南的系列教程呢 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来 别忘了等一会儿啊 赶紧再回去看看前两期 关于照片画质的设置 大家好我是艾蒂 一个使用富士相机的职业摄影师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啊玩摄影 我目前使用的是富士XT3视频的功能啊 被设置在了左侧这个ISO波盘 下面这个滚轮 把相机切换到视频模式 这样呢跟它有关的设置才能够被激活和打开 跟视频没有关系的设置菜单呢 就会变成灰色 不可选择了 像拍摄照片一样啊 视频其实也是有RAW和JPEG的格式区别的 这样去比喻大家会不会更好去理解呢 视频当中的RAW它叫做Log格式 富士的Log呢 当然就叫做F-Log了 在这个格式下拍出来的视频啊 颜色看起来很淡 必须要在后期进行调色 它呢就很像照片里的RAW格式的工作方法 很多的相机设置呢 对于F-Log也是不起作用的 菜单当中所有灰色的选项 在F-Log当中都不能够使用 F-Log的优势啊 就在于它的宽容度高 阴影的细节保留上呢 要更好 所以后期上色的空间呀 非常的大 在使用F-Log的时候呢 如果您想要看到视频的实际效果 而不是F-Log的灰度效果 可以在设置当中的屏幕设置里 打开自然实施视图 就可以看到实际画面的真实色彩了 这样呢比较容易查看 白平衡选择的是否正确 但是呢 在导入电脑之后 这些视频文件呀 仍然是F-Log的灰度效果 还有一个叫做H-Log的格式 和这个F-Log呢 非常的相似 但是它拍出来呢 没有F-Log的灰度那么大 仍然保持了还不错的对比度 和颜色的鲜艳度 最低启用的ISO呢 是一千 所以它比较依赖灯光和滤镜的辅助拍摄 它更适合对画质有极高要求的工作室 或者是商业拍摄 而像JPEG那种 直接就能看到视频效果的格式啊 在相机当中根本就没名字 只是一个胶卷的小图标 它呢可以将复式的胶片模拟效果 直接套在视频上 完全不需要后期呢 就可以拍出很好看的颜色了 达到直出的效果 简单省力 文件呢也小不少 后期的调色呢 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过程 所以呢 还不如用这个相机支出省事呢 那么如何在相机当中选择这三个格式呢 在视频设置的菜单当中啊 找到F-Log HLG录制选项 您能会发现这里有好多个选择 简直是眼花 这是因为富士相机呢 它支持两种录制保存 不仅可以保存在相机的SD内存卡上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HDMI的连接线 连接外露设备进行保存 所以呢在左侧一栏是SD卡的格式 也就是相机内的格式 右侧的呢是外露的格式 可以选择保存相同或者是不同格式 应对不同的需求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搭配组合 与视频画质啊 有直接关系的另一个设置呢 是编解码器 H264是最常用的选择 在大多数的设备上呢 都可以直接查看 8B的画质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而H256的画质呢 又更高 当然它录出来的文件啊 也会非常的大 目前复制相机只有XT3和XT4这两台相机啊 内露可以达到10bit 我平时呢都是选择H264的 足够大多数的拍摄需求了 当选择输出为HLG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H256了 在压缩方式上 Ointra是最好的画质 保存数据非常的精细 但是呢它无法在拍摄高帧率的视频时使用 30帧以上就无法选择这个模式了 Long Gop呢 是我平时使用的压缩率 画质呢也不差 文件还会小很多 所以可以节省下不少的硬盘空间 当选择了胶片直出的效果之后啊 就可以使用胶片模拟效果直接套进视频里了 菜单当中的一些选项呢 也就自动打开了 分享一下我平时用的设置作为参考吧 胶片模拟呢 我喜欢用这个影院效果 它的颜色偏淡 比较的柔和 我呢觉得这个效果特别适合拍人 特别的好看 动态范围呀 我一般选择为D200 让阴影的对比度呢 可以稍微的降低一点 特别是在城市拍摄的时候呢 街道的阴影非常的多 在室内呢 它也非常的有用 或者是穿深色衣服的时候 这个效果呢 也更加接近胶片效果 高光色调呢 我一般选择为-1 降低有阳光或者是灯光位置的曝光 也是更加接近胶片的感觉 阴影色调为0 色彩选择为-1呢 是为了降低饱和度 因为呢 其实我不太喜欢过于艳丽的色彩 如果您呢 喜欢饱和度高的效果呀 在这儿可以选择加 摄像模式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选项 因为实在是太多数字了 所以呢 我也会分享一下 我的常规拍摄参数 供大家来参考 在摄像模式当中呢 左边是拍摄的尺寸 介乎于现在已经迈入了全民4K的时代 那如果您想追求好一点的画质呢 咱就选择这个4K 16比9 这也是我平时唯一使用的尺寸 稍微小一点的1080P呢 是叫做FHD 16比9 17比9的比例可以带来一些电影宽萤幕的效果 中间这排的数值呢 是视频的帧率 那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选择呀 还要追溯到刚有电视电影技术的那个年代 流传至今 而现代的数码技术呢 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新的选择 换个角度去解释一下这个帧率是什么意思吧 24帧是指在一秒的视频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呢 是由24张照片组成的 就像我们看那种小画书 翻开之后每页静止的画面呢 连续起来就会变成了小动画 把这本小画书啊 想象成它一共有24页 那翻阅它的时间呢 为一秒钟 同理25帧就是25张照片 60帧就是60张照片 那由于它的播放时间长度呢 相同都是一秒钟 所以60帧就要比24帧记录了更多的画面 内容更丰富 视频播放的时候呢 动作的流畅度就要更顺滑 连贯 所以帧数越小 它的卡顿感自然就越强了 那我之前用过富士XT100 它呢只有一个帧率的选择 仅有15帧 所以您看买相机的时候呢 不能光看它 能拍4K视频就完了 还要注意它可以拍摄多少的帧率 拍摄视频的时候选择23.98和24 这两个帧率呢 是最接近电影效果的 那这两个帧率虽然数字看上去不一样 但实际上它的差别非常的小 小到可以忽略它 像我的视频呢 大多都是这么坐着拍的 没有明显的大动作 使用24帧去拍摄呢 就已经足够了 旅行Vlog那种边走边拍移动比较大的内容啊 我推荐您使用30帧或者是60帧 移动速度越快 帧数选择越高 况且60帧的素材啊 在后期放慢一倍的速度 它就成了30帧的了 可以做出一点slow motion的效果 很有意境 总体来说 24帧 30帧 和60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拍摄的内容来决定 速度越高 选择的帧率就越高 保证视频素材的流畅度 最右侧的选项呢 为比特率 这个选择会根据不同的帧数的选择 而受到限制 比如24帧的时候 可以选择100 200 400 但是切换到60帧的时候呢 就只能选择100和200了 总之 它的数字越大 数据就越大 保留的音质和画质就会更好 但是同时呢 它也会让视频文件变得非常的大 占用巨大的内存空间 所以通常来说 我使用200帧特率 是一个比较中间值的选项 推荐您也选择这个 要说这个F-Log和胶片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F-Log 它的最低ISO为640 在光线充足的环境拍摄呢 就必须要使用ND滤镜 因为拍摄视频的时候 相机的快门速度 要设置为帧率的两倍分之一 也就是说帧率 咱们选了24 快门速度啊 就要设置为48分之一秒 帧率选择为60 那么快门的速度呢 就需要设置为120分之一秒 拍摄slow motion的120帧 则需要设置为240分之一秒 哎有没有觉得这个视频拍摄 也是需要摄影的曝光基础的 没错 它们呀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知识点 而使用胶片模式去拍摄视频呢 就比较自由了 因为可以使用更低的ISO 自然也就可以使用更大的光圈了 所以呢 也就省去了买ND滤镜的钱了 况且呢 它的效果也不错 足够日常的拍摄了 当然动态范围的设置呢 仍然对胶片模式有最低ISO的限制 DR200最低可用的ISO呢 是320 DR400最低可用ISO为640 在摄像模式这个选项当中啊 最大的就是59.94了 也就是60帧 有的相机呢 它是支持超级slow motion的 像XT3最高记录120 XT4可以高达240帧 想拍这个效果呢 就要返回到彩单 进入到全HD高速录制 我能注意到XT3和XT4在显示上啊 稍微有那么点不一样 但是呢意思都差不多 在这几个选项当中呢 有几个信息 这个2X5X呢 是拍摄时慢动作的倍数 数字越高 它就越慢 其次呢是回看时的速度 刚才咱们说了拍摄60帧 在后期放慢速度到30帧 那它呢就是两倍速的慢速 那如果是拍摄的240帧 回放24帧 那它呢就是放慢了10倍的速度 但是啊 无论选择哪个选项 咱们拍出来的是120帧的素材 在后期的时候呢 可以任意的讲低它的速度 这里这个回放的速度呢 指的只是在相机当中 观看到的素材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后期剪辑视频的时候 以及最终导出成片 还要再次的选择帧率 那么在前期拍摄和后期的时候 帧率该如何去衔接和选择 需要在拍摄的时候 就要提前考虑到 后期的特殊需求 slow motion算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拍摄内容 我呢甚至拍什么都喜欢用这个效果 特别喜欢放慢之后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买相机的时候呢 您需要注意一下 是否有这个功能 在都有这个功能的情况下 选择可以拍摄帧率高 并且同时它的画质也不差的型号 那在这一点上呢 确实RX-T4就要比这个RX-T3要更好了 接下来这几个设置呢 是无论输出哪种格式啊 它都会有效 所以呢我就一块把它们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锐度呢我比较喜欢稍微的高一点 所以呢我会选择加一或者是加二 对象移动了还是相机在移动 都会产生奇怪的影子 所以它呢只适合镜物非常有局限 所以呀我几乎就没有打开过这个功能 单次对焦连续和手动对焦这三种对焦模式呢 在视频模式里边仍然是适用的 单次对焦呢仍然适用于不移动的画面 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呢进行对焦 之后呢就不再改变对焦点了 但是啊其实咱们大多数拍摄的视频呢都是移动的 所以AF-C连续对焦模式呢才是最常用的模式 尽管选择了单次对焦 如果您打开这个脸部识别之后呢 也是会自动的切换为连续对焦的 在拍摄有人的画面的时候啊 我强烈建议大家呀来使用这个脸部识别 在四个选项当中眼睛识别观这个选项啊 它只对人脸进行识别 另外三个呢都会对脸部和眼睛同时进行识别 我呢平时录视频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第二个眼睛识别自动 那至于是选左眼还是右眼优先 它呢适用于大光圈并且拍摄的时候 拍摄对象的脸并不是正对着镜头的 稍微有点角度 这样呢就会避免相机在识别的过程当中 在左右眼之间乱跑 那由于大光圈的它的景深又很浅 这样的对焦切换呢 会给大家造成一个所谓的拉风香 或者是抽搐的感觉 所以呢不如锁定一下眼睛 根据脸的朝向来选择是哪个眼睛优先 选完这个之后 您千万别忘了把对焦区域放在 人脸将会出现的这个位置 来进行自动的识别才会更准确 拍摄移动速度比较快的物体时啊 别忘了设置一下对焦的灵敏度 在AFC自定设置里呢 我设置为追踪灵敏度加二 提高对移动物体的跟踪和识别的速度 AF速度呢也加二提高对焦的速度 这个速度啊其实还可以更快到五 或者是慢一些 比如我平时拍视频的时候 拿起一个产品来展示 我呢就希望它快一点 那如果是拍人像 想要有很好的过渡 从人物对焦到近景的植物上 那可以考虑降低速度 这样它的变化呢就会比较的自然 对焦的速度太快了呢 有时候会显得非常的生硬 在很安的环境或者是镜头对焦 不给力的时候 都要果断的立刻切换到全手动对焦 那各种自动对焦的问题 立刻就没有了 拍的好不好呢 全靠自己的眼睛跟手 虽然现在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 但是有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可以比相机要更好 在使用手动对焦的时候呢 有几个菜单设置需要调整 来辅助拍摄 手动聚焦助手啊 非常的有用 可以把标准呢 改为峰值对焦 在拍摄的时候 就会看到对焦的物体上呢 会出现高亮颜色提示 代表这里是目前的合焦范围 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来改变显示的颜色 我呀就比较喜欢这个 红色高光的提示 除了以上这些关键的设置之外呢 还有一些小的辅助设置 比如说这个斑纹设置 打开之后会在高光的位置上啊 出现斑马纹 用来提示高光的范围 平时呢我不喜欢打开它 因为会挡住高光 看不清楚内容 无法判断是否已经过度曝光了 还有这个信号灯设置 在自拍的时候很有用 特别是像XT3它这个屏幕无法翻转 看不到自己 有的时候按了快门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拍摄了 所以呢一定要打开信号灯 坐在相机前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已经开机拍摄了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呢 叫做视频静音控制 打开之后啊 在屏幕右侧就会出现一个 手动触摸按钮 点一下呢 就可以获得一些常用的设置快捷方式了 像光圈快门ISO 麦克风和风噪过滤 还有胶片模拟和白平衡 都可以通过点击屏幕来选择 非常的快捷方便 那这个功能的设计啊 其实是为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减少拨盘转动的这个声音 影响拍摄 但是呢我发现日常拍摄的时候 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快捷方便的 所以呢我非常的推荐大家打开它 当然呢千万别忘了 还要打开触摸屏功能 才能使用这个 如果在您的视频画面当中出现了很多条线状的东西 那么要关闭周边亮度校正这个选项 可以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呀似乎之前有人问过我 但是我忘了是在哪问的了 所以呢 我就在这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如果您看到画面的颜色很好看 但是按下快门的一瞬间颜色变了 说明您打开了自然实施视图 关闭它不在视频菜单当中 在设置里的屏幕设置里 这个问题呀主要是发生在白平衡上 在使用F-Log的时候 使用自定义白平衡 依然会显示的颜色不准确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 先用胶片模式来调整白平衡 然后设置好了之后再切换到F-Log 取景框的构图参考线呢 也是在设置当中的屏幕设置里打开 找到这个取景框选项打开它 不知道其他的相机呀是不是也一样 我这个XT3呢 它这个选择是和照片模式通用的 所以呢我一般就是选择这个9格就不变了 至于屏幕上的这些提示数字 全都是在设置当中的屏幕设置里 然后选择显示自定义设置 这个选项当中 大家呢按照自己的拍摄习惯来设置就好了 好了又是一期很长的视频内容 制作的时候呢也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和支持 希望本期视频的内容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今天开始都能够拍出像电影一样的小视频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平时呢我不仅会分享 富士相机的使用方法 更多的呢还是专注在旅行的相关内容上 包括拍摄的技巧和后期的修图教程 还有一些设备的使用心得 欢迎喜欢旅行和风光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 咱们一起玩摄影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